五年九六年 进入到金融领域以后我就发现 在北美最不缺的就是资金 你知道我二线一看 资金就像炸弹一样的 而你不好好地把它利用起来 做自治这些事情 所以的话我现在还留几分钟 给大家看一个电视短片 希望能够给大家有帮助 因为我不是说要宣传自己 而是希望能够帮助大家 谢谢 谢谢 经历了16年加拿大资本社会的熏陶之后 变成了一个房屋式的器材 一个在市中生命显赫的基金管理者 一个想与全球的华裔金融专家 这就是现任唐卫珍陶子云西西公司董事长 唐卫珍的传奇公司 与此从时他还在任何台湾华人基金和公司总裁 中国巴菲克加拿大和国人的公司总裁 唐卫珍财富纪文部主席团主席 世界华文大中传播媒体协会荣誉主席 联系三年Inche in Canada 顾问 湖南同乡会主要发起人之一 创会副会长 家中生物医药科技发展协会理事长 2004年加拿大总裁协会主办的 世界最伟大的投资人巴菲克投资理念于世界 中国报告会可约唯一 卫美华人巴菲克投的家 2005年加拿大总裁协会主办的 省市长 0506华裔经济理不秀 影响理论坛 及区区经济合作洽权 作为多主席 首届卫美华人财富论坛 多伦多国会主席团主席 这些耀眼的光环 看起来是那么自然而然的落在了他的头上 正是因为他为真 以自己十几年传奇的投资故事 过人的投资天才 敏锐的投资光光 过内的投资精神 使这一个个光环更加璀璨 我就发现 这些个盘宽客的力量 剩下唐伟真这样亲自操盘的却不多 而且经过股票市场大浪淘争之后 能够依然坚持在正面光阳中制作前进 结束小山马去变成航务权的人 则更是飘炸武器 而唐伟真就是他母其中的一个 可以这么说 唐伟真在进入投资方面 是一个不识字 这个行在这里 因为在网上还有 可能需要帮大家的时间 希望大家有兴趣 然后呢 就是如果有需要的话 我们可以帮助大家 这个很需要 那个下面我们请 大家对有什么问题 当时要问的 是比我还早 到国外来留学创业场 所以他也在一些大公司 大学里面都有非常多的经验 他也是我们学校 我们是中南理学院的一起 所以他是我们学校的骄傲 因为第一次我们是用英语讲的不过瘾 这次就用中文大家一起来 那今天请雷故事 各位领导 各位朋友们 刚才唐伟真是我的好朋友 对华人在海外创业 对缺什么做了很精彩的描述 那么我今天呢 我就从一个实际的例子 也就是我们公司 加拿大生物工程开发公司 的创立和发展 做一个 向大家做一个汇报吧 希望呢 就是我们走过了这条路 我们的经验 大家可以拥有 我们的教训 大家也吸取 所以今天我主要是 从一个实际例子 来谈讨我们公司的发展 那么要感谢伟真 感谢协会 给我们这个机会 我想呢 我和大家 这些朋友们 可能经历都差不多 都是在国内呢 受了高等教育 然后呢 到了这个国外 到了欧洲啊 到了北美啊 来深造 那么 马上就一个问题 我们面临的一个问题 就是说